道路央视主持人锐成刚被查之后 媒体翻出他的大量往事和内幕 原来锐成刚和中共大批官员 以及所谓红二代遭网过密 同时他还曾经成立一家公关公司 直接的为央视服务 有分析认为锐成刚被查 与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案有关 也有评论说 中国的媒体不是监督权力 而是依附于权力 请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正喜 5月31号被带走 并立案调查后 同一个频道的副总监李勇 和主持人锐成刚 以及一名制片人 7月11号下午也被检方带走 最近媒体间大量转载消息说 锐成刚在前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没有倒台时 经常炫耀他与薄熙来儿子 薄瓜瓜关系斐然 并经常在海外一起参加活动等 还有媒体报道 锐成刚和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的秘书于刚交往密切 还和中共高层的许多红二代 如李长春的女儿李同 刘云山的公子刘乐飞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等 经常聚会畅饮 另外 锐成刚还和与幕后控制 央视文艺中心十多年的曾庆红的弟弟 曾庆怀关系密切 媒体转述 央视内部消息人士的话透露 锐成刚认识很多高官能量很大 而他在自传中也强调 在中国关系很重要 从去年12月初 周永康被调查后 央视已有多位主管或主播 记者等被查 郭振喜被外界视为央视前副台长 李东升的心腹 而李东升又是周永康的得力助手 另据媒体报导 锐成刚曾参与创立北京帕克索斯 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且长期持有股份 而当时 这家公司曾为央视财经频道的 达沃斯论坛报导 提供策划和执行的服务 2007年 国际公关巨头爱德曼公司 收购了帕克索斯 央视内部消息还传出 锐成刚对部分高端访谈对象 如外国国家元首和高官 他们来华后 见哪些官员 上央视多少分钟 都明码开架 舆论说 锐成刚左手权力 右手财富 新唐记者唐英 陈建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